原住民女子残體 中女成員之一的安新雲 幫蘇貞昌唱的這個Open Taiwan的專輯 是用鄒族母語來演唱的 不過事實上 安新雲在六月份 才幫見五百年基金會演唱的高山青 還拍了MV 到底她是挺藍還是挺綠呢 安新雲今天率性的說 歌手不分藍綠 魂厚有力的聲音 原住民歌手安新雲在錄音室內 隨性自在的開心錄製 順暢基金會Open Taiwan的專輯 安新雲還特別用母語演唱 就特別就是有寫了 我的鄒族的母語歌詞這樣子 創造一些比較另類不一樣的曲風 能唱能寫 全身充滿活力的安新雲 來自阿里山鄒族 今年三十歲 當年參加歌唱比賽冠軍出道 2008年與同竹的季曉君 高惠君等女子 組成了週女發行專輯 週女涼涼的歌聲 襲襟的外型 其實早在六月份就已經被建國百年基金會 搶先一部邀請演唱 正在紀小君身旁的就是安新雲 長髮美女的身影歌聲同時出現在藍綠的音樂裡 來自三里的鄒族女孩不擔心政治色彩的問題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藍也沒有特別綠 其實高三星這首歌 他本來就是在講就是鄒族在阿里山鄒族的姑娘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這首歌就由鄒族女孩子來演唱的話 其實也蠻剛好的 抓緊機會推廣母語在安新雲的觀念裡 音樂不分藍綠 東新聞 楊順忠佳豪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